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最喜欢身体的哪个部位 最不喜欢哪个部位 最喜欢哪个部位啊 啊 最喜欢我的大脑 最不喜欢哪个部位 最不喜欢我的大腿 您觉得您的牵引中有什么缺点吗 太过于 爱穿牛角尖 太过于执着 您最喜欢的女人是哪一次 应该是我骑自己车去西藏的 认为您最尴尬的一次经历是什么 就是在旅途当中 就有点像那个人在囚图一样 飞机没赶上 然后坐高铁 买错票 买成明天的票 然后去换票又换不了 最近的三次又走了 然后我就一直来回跑 来回跑 我就在那个红桥机场和红桥火车站 跑了好几趟了 浑身都湿透了 现在我们要做一个测试 测测你为了爱会有多疯狂 就我也不知道我为了爱会有多疯狂 下面我们要开始测试了 第一题 你会为了达到某个目的假装跟自己不喜欢的人亲密吗 不会 你有过一段感情结束后就自甘堕落的经历吗 有那么些瞬间 你有为心爱的人做饭的经历吗 下面算不算 那有 爱一个人你会为了他学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 比如说我不喜欢书法 我为了那个就是把书法 不会 为了追到他去做去学习他感兴趣的东西 会 那是会的 话不投机你会找话题跟人聊天吗 不会 你会为了赚钱出卖同事吗 不会 你喜欢周末的时候睡懒觉吗 不周末的时候以爱睡懒觉 洗衣服的时候会把衣服分得洗吗 没洗过 不会 查看结果 爱之深恨之切 以爱的名义疯狂地要求对方做出改变强迫力一般 必须按照你的要求来支配自己的人生 哎呀这个答案读得我这心蹦蹦跳的感觉 我觉得蛮准的 接下来我要做一个演技表演 怎么样跟我喜欢的女孩子 表白也是 我在我最新一部语戏里面 《伴洋清城》里面 我对女余浩 这段戏是没有的 然后是我自己加进去的 我是一开始拉着我的那个女余浩的手 然后我们俩在街上逛街 然后我突然就把她拉到我的身边 然后看着她对她说 我喜欢吃苹果 有苹果味的糖果不行 苹果汁不行 就像我喜欢你 长得像你不行 脾气像你不行 不是你就不行 你不是说你喜欢去没人的地方吗 在我的心里就是 看到最后的一定都是我的忠实的粉丝 所以呢 在这里给大家送上一段福利 我们说好不分离 要一直一直在一起 就算大舍发抹去 我们在一起的痕迹 咱们